不同的照顾者有不同的故事 也有不同的照 这次团结里面 淑珠带来了 他跟他女儿的物品 那他说他想要来找一种 新的观点 新的眼光 本来淑珠在看到 征选的时候说 哇 要演戏 我到底行不行啊 我要不要来呢 但是他还是勇敢的来了 我带来了哆啦A梦 哆啦A梦是 我和女儿沟通的桥梁 我常常会利用他 和我女儿说话 哆啦A梦 你可不可以去帮妈妈晒衣服啊 好 哆啦A梦 我们去帮妈妈晒衣服 乖 我觉得我就像我女儿的哆啦A梦 白宝带 他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力的为他付出 他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力的为他付出 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 就生病住院了 医生跟我说他得了脑膜炎 医生也跟我保证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没有 他到很大了还会说话 到两岁才会走路 到快要上小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要带他去上特教 结果我婆婆就跟我说 孩子明明就好好的 为什么要让他上特教呢 但是我相信我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我也相信我女儿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但是是伤病没有 来上这个课 我真的很后悔 因为心中掩埋了许多的垃圾 常常有人说 有所住在的地方 都好阳光好开心 但是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痛跟不甘心 那种被女儿经济连在一块的感觉 真的也不是那么舒服 我真的很想窜息 我告诉自己要坚强 也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开开心心的住自己 谢谢宝贝 要去上学了开开心 开心 下一站就到了 你有没有准备好你的BB卡 卡片呢 到了 所以现在要怎么做 B 小心 妈拜拜 拜拜 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 老师 就麻烦你了 谢谢 拜拜 每天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八点的时候送他去学校去那边九点了 再回来十点了 下午三点再搭公车过去去那边四点了 回来就五点了 我本来其实也有想过 我上次应该训练他独立搭公车 但是他是一个女孩子 他又长得这么漂亮 你要我放手 我要怎么放手啊 幸好 我遇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师 我遇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师 他主动说要帮他训练 但是我跟老师讲说 那是不可能的 他做不到 老师还是不放弃 一直打电话给我 帮你 准备